1679年,一艘法国船只在密歇根州的水域航行时到达了现在的绿湾。 在这里,他们遇到了新的土著部落,这些部落给了他们一匹价值不菲的动物毛皮。 但是在这之后,这个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有传言说,他们遭到了邪恶的土著人的伏击。 另一些人声称,有一些人为了私吞这些财产。 但是,无论发生了什么,第一次横渡这个湖的航行在灾难中结束了。 一代又一代的寻保者在海浪下寻找他的残骸,但却没有人发现他的踪迹。 从那之后,在密歇根三角洲,许多人船只和飞机都会陆续失踪。 自1905年以来,不明飞行物的曝光度逐渐上升。 曾经有水手声称,他们目睹了无法解释的明亮灯光在水面下闪耀,仿佛有什么强大的东西藏在下面。 无独有偶,两名警官报告说,他们在密歇根湖上空也看到了巨大的亮红色闪光。 而第二天,西北东方航空公司的2501航班就在那里消失了。 在他失踪后,搜救人员在湖面上发现了飞机的残骸。 但是,乘客和工作人员并没有被发现。 每年,都有很多的人消失在三角区内。 在关于这片海域的报道中,经常可以看到几十年前的沉船发现。 甚至有专门为湖底打捞残骸而建立的公司。 他们发现过世界上最神秘的历史遗迹之一。 水面下十二米处,看似人造的历石镇。 他们甚至在其中一块石头上,发现了一个如此像化石。 这是一个巨大的猛马像,大约十亿年前灭绝的生物。 这个历石镇被称为美国巨石镇。 由于坐落在一个以飞机船只失踪而闻名的湖下, 不少人就开始猜测,这是一个古老的诅咒。 或者,它是通往另一个宇宙的门户。 它会把飞机从天空中拉出,把整艘船拖到水下。 每年,都有目击者声称, 看到幽灵般的船只漂流在密歇根湖的水面上,寂静无声。 但船上的人会发出痛苦的尖叫声, 之后便消失在迷雾中。 那么,您是怎么认为的呢?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,请记得点赞和分享。 感谢您的收看。